今天,我们失去了一位敬爱的领袖,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。 在我们心目中,他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。 他与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,深受人民的爱戴。 有始至终,李先生最关心的就是新加坡的存亡。 他把一声奉献给新加坡,自力团结全国人民,激发大家自力更生。 在他的领导下,我国成功从第三世界晋升第一世界,成为一个让人民引以为好的国家。 他的离去对新加坡和我家人是个巨大的损失。 到年他最好的方式,就是继续发扬他的爱国精神。 团结一致,让新加坡继续繁荣稳定。 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,请您安息吧。 如果您的心理权也能够内容,最后他共感與友谊提供的关心, 请您的建设计刑和周니公志。 和宋人纪念去规划。